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叫康凯 今年26岁 来自山东济南 是几空航空兵某师一名尖级级飞行员 2008年与我是非凡的一年 经过了层层的选拔 我从15万名招飞女高中生中脱颖而出 收到了空军航空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成为了第九批女飞行员中的一员 女飞是一个光荣的集体 既有鲜发和掌声 也有责任和使命 严寒中汗水黄泽成冰金 副手里列入卓相闻的肌肤 想家的时候 泪水不停地在眼眶里打断 受了委屈 也只有彼此互相的意味 但我们从未后悔过当初的选择 因为在历练中 我们感受到更多的是爱 是成长 是属于我们与众不同的青春 经过了五年的专业而又残酷的训练 我们终于加入到了战斗员的行列 当我驾驶着超音速战机 翱翔于蓝军自己 我终于可以骄傲地对自己说 我做到了 我又爱自由 我更渴望飞翔 青春的血液里流淌着我们不屈的斗子 湛蓝的天空中绽放出我们能归散的色彩 我是汉海 我的青春 我做主 这是在空军某飞行训练基地的一堂测验 康慷正在这里 学习某型心机的改状理论 为了赶上学习进度 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 他就掌握了厚厚的两大本教材 作为一名战斗机女飞行员 康慨似乎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挑战 他那阳光般的笑容里流露出的自信和着气 仿佛是一朵绽放的玫瑰花 可在他的心里 那些为了成长所经历的痛楚和心酸 才是记忆中最为珍贵的片段 康慨的父亲曾经是一名军人 在某边境作战中荣立过一堵战功 作为家中的独生女 康慨从小就接受着优质的教育 而曾经部队大院的生活 也培养了他独立的性格 和强烈的集体荣誉感 我还记得我北京市要成功的时候 我看着辨识中的那个画面 看着所有的中国人那么激动的样子 我真的 我跟着他们一起在流泪 非常的激动 高中毕业后 怀着对蓝天的憧憬 慷慨参加了空军第九批女飞行员的招收考试 光体检呢 就存在一百多项的这样的小项目 然后我们还需要通过这个理论的考试 需要通过新品的测试 要求都是非常的严格 经过万里挑一的层层选拔 康慨如愿考入了空军航空大学 成为了一名飞行学员 喜爱充足的阳光是玫瑰的特性 飞上湛蓝的天空就是慷慨的梦想 我觉得开战斗机特别的神圣 因为我从朝飞第一天起 我就对自己说 如果我要飞飞机的话 我就要飞最先进的飞机 我就要飞最好的飞机 完成最难的科目 然而到军校 我们面临第一个任务就叠好被子 现实却比理想残酷的多 慷慨这朵温室里的小花 也将要移植到户外 接受暴风雨的洗礼 此次朝飞一共录取了33名女学员 可他们还要面临进一步的选拔淘汰 最终只有10个人能够留到最后 成为真正的战斗机飞行员 所以从开学一时 他们就成为了彼此间的竞争对手 慷慨面临的第一道难关 就是从未有过的高强度训练 而让他最刻骨铭心的 是自己第一次跑3000米式的情景 那天当我们的体育教练说 你们今天要测试3000米 我们当时都惊呆了 因为说句实话 我们以前在高中啊 初中啊 很少有会就是跑3000 这么大一个项目 超负荷的奔跑让慷慨头晕目眩 他感觉心脏都要燃烧起来 此时天空突然下起了大雨 让教练没有想到的是 冰冷的雨水竟然激发出了慷慨 和姐妹们的斗志 因为我们也想看看 究竟自己能不能跑得下来 然后我们就在这样的雨水中 一直坚持着 等到达终点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是雨水 汗水还是泪水 凝结到了一起 就这样就这样留下来 第一次战胜自我 慷慨受到了很大的鼓舞 可对他来说 比起高强度的训练 更让他难以承受的 是想家的痛苦 而每周能跟家里通话的时间 也只有短短的三分钟 每当我接起电话来 然后听到妈妈的声音的时候 我其实非常想哭 非常说妈妈我好想你啊 但是我不能说这些话 我也不能在他面前 流露出这种感情 因为我知道 他肯定比我更难受 那段日子 思念就像是一根刺 总是不经意的 触痛慷慨柔软的内心 然而为了有一天 能够真正的拥抱蓝天 他硬是将泪水淹到肚子里 化成了灰洒在操场上的汗水 就像是蝴蝶需要破茧而出 然后小鹰呢 他需要破壳 然后自己去成长 自己去历练 然后这样他才能变成一只真正的鹰 慷慨的年龄比其他人稍大一些 他也自具地担当起了姐姐的角色 在这个人人都想争第一的风美中 他却不希望团队里的任何人标队 他们呀私底下都叫他凯将军 从这个称呼上就可以看出 慷慨在他们当中是很有号召力的 但是他就没有那种娇气 很多时候还是在带领我们 安慰我们 鼓励我们 我们有一次赶上那个十二校联考 那个时候我跑不动的话 慷慨就会拉着我 陪着我 然后鼓励我一起 就这样慷慨带领的姐妹们 冬练三九 夏练三福 而他们的身影也成了学校操场上的一抹亮色 冬天的时候因为长春非常的冷 而且经常下雪 我们就会戴着那个薄套 还是戴着帽子出去进行训练 然后到了夏天的时候 当时我们都是很白皙的皮肤 因为在高考的时候都在家捂着 真的晒得幽黑幽黑的 都简直不认识自己 就像十八同仁的那种感觉 但是我们始终都没有放弃过 接着同志 16号一准备好 请接着检查 机械室张迅 接着飞机 是 2012年3月20日 在经历了长达四年的磨砺后 慷慨开始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搬飞 我就按照正常的程序 划线了起飞线 加满油门 然后速度起来之后 慢慢地抬前轮 一路 这个时候就真的飞起来了 当我真正地飞起来的时候 我还不时地往后看 我在想 我是真的一个人吗 当时有点不敢相信 我是真的可以一个人做到吗 慷慨飞起来了 她终于战胜了自己 成功地驾驶的战鹰 投入到蓝天的怀抱 为了姐妹的希望 她扛起压力 继续前行 为了家人的期待 她收拾心情 重新出发 为了心中的梦想 她飞向未来 拥抱蓝天 军女人生正在为您讲述 慷慨 玫瑰在蓝天绽放 经过风雨的洗礼 曾经含苞带放的花孤朵 终于成长为了蓝天下的铿枪玫瑰 2013年6月 通过5年的初高级教练机 尖机机改装等训练 慷慨顺利毕业 成为了我国首批 双学士尖机机女飞行员 然而在接下来的路途当中 还有更大的考验 在等待着她 在空军某飞行基地 学习心机改装的时光 是慷慨和姐妹们 难得放松的日子 对她来说 这短暂的休憩 显得尤为珍贵 因为从毕业的那天起 更加残酷的考验 一直在伴随着她 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呢 最需要注意的就是 首先是咱们这个 面前的这个评显 评显示器 然后包括这些仪表 在飞行过程当中 一定要注意观察这些 仪表的一些参数的变化 来到极空航空兵某时候 慷慨肩上的压力陡然上升 因为除了要学会飞行 她还要学会战斗 我们作为飞行员 我们是干什么的 作战 我们的目前训练之一 紧贴实战 任何的飞行都要从实战角度去出发 我们不可能因为女性 我们而降低标准 平日里简单的飞行动作 变成了战斗特技 那些关于蓝天的少女情怀 也变成了真枪实弹的战术演练 像我们有的说飞那个战斗特技啊 什么的 然后要拉五六个载荷 承受好长很长时间 这样子的话 对人的身体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空战二对一科目 是空中作战的基本战术之一 要求两架战机必须协同作战 在某些时刻还要保持相当近的距离 然而因为害怕 在交叉飞行时 慷慨总是不敢与战友靠得太紧 我总是飞不好这个科目 因为我不是很敢往上去凑 因为我很担心就是它的尾流啊 或者一些其他的异间窝流 会对我的飞机造成一定的影响 那么在交叉的过程中 可能就导致我的高度差就会比较大 然后再改出的阶段 我就会掉队 三番五次的失败 让慷慨恢复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这样的情绪也严重影响到了他的飞行 久而久之 这个科目就成了慷慨训练中最薄弱的环节 也成了他的一块心病 我就经常问自己 我究竟能不能飞好它 我能不能把它飞起来 我能不能完成它的一些战术啊 一些什么相关科目的训练 对自己还是产生过一定怀疑的 也给我带来了比较大的压力 训练的负担一直压得慷慨 有些喘不过气来 此时外公去世的噩耗又突然袭来 雪上加霜般的压上了这朵玫瑰的枝头 但是我一下就受不了了 因为我觉得我这么爱的外公 他去世了 他可能在他临走之前非常想看到我 但是我却没有办法 我都不知道这件事情 我没有办法在他的身边陪他走完最后一程 我觉得特别的愧疚 慷慨是几个女孩子中唯一的独生女 更让他感到担忧的是 如果将来父母老了 他是否也无法陪伴在身边 双重压力之下 慷慨甚至有些动摇了 那段时间 家人的支持和姐妹们的鼓励 成了他最大的慰藉 慷慨很清楚 自己能够走到今天是多么的不容易 而他对飞行事业的热爱 也成了心中最难以割舍的感情 我真的很喜欢飞行 我觉得我一定要飞行 即便有一半的理由让我去放弃 我也不可能将他割舍 因为这就是我的梦想 在这个初拍舞者走好机场的时候 就是选择我们的目标点 陡落身上的血水 雷霆玫瑰重新振作起来 为了弥补四季的短板 慷慨开始有步骤的功课 训练中的重点难点 当老师讲什么的时候 我一定会跟着他的思维这样去转 然后有不明白的东西 我不会放在那里 我会把它记下来 然后等到课下的时候 一定会找老师把这个东西问清楚 为了锻炼自己的胆量 在教员的耐心辅助下 慷慨也在不断的给自己试驾心理暗示 我每次飞行的时候 我都会暗示 这个位置是标准的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在这个课下 课前的准备的过程中呢 我会去查阅一些资料 去对这个事情进行一些研究 那时仅仅为了掌握一个特技动作 慷慨都会每日每夜 成百上千遍的反复加力 认真地学习 一遍一遍地练习 还是私底下找我们 对着我们 让我们帮他一遍一遍地扣动作 非常非常的认真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 在一次常规训练中 慷慨就突然遭遇了自己飞行以来 最大的考验 就在他驾驶战机 准备着陆时 罗盘竟突然失灵了 在这个反场的过程中 然后我突然发现 罗盘一直在打断 那么他就没有给我一个方位的提示了 那我当时一开始的反应是一下就慌了 我们在着陆阶段 如果发生反动机停车了 我们怎么处置 是继续迫降着陆 还是跳伞 生死也就一瞬间 此刻 慷慨必须立即做出判断 因为哪怕晚一秒钟反应 也可能会造成最坏的结构 第二秒 我就镇定下来了 然后我就按照操纵动作 然后按压了鞋条按钮 但是我发现 依然没有效果 罗盘依然在打转 不能够指示 那么我就报告 报告指挥员 我说罗盘故障 凭借训练中积累的经验 慷慨沉着冷静地汇报了情况 并根据地面指示 启用了应急罗盘 最终安全着陆 这次他不仅成功处置了特勤 更是用实际行动再次战胜了自己 在蓝天上 筋骨不让须眉 可在生活中 慷慨却是个非常爱美的女孩子 我觉得我们还都是很小女生的 平时聊一些八卦 明星 美容 瘦身 这些东西 而且我们外出什么呢 也一个个都会穿上 自己喜欢的衣服 小裙子 小高跟鞋 然后把扮得美美的 如今在基地完成了理论学习后 慷慨又要驾驶新的战营 飞向更高的蓝天 她相信自己这朵雷霆玫瑰终有一天会在祖国的上空绽放出最绚丽的色彩 小鹰 小鹰要不可自己去成长自己去历练才能变成一只真正的鹰 万里航程云路长 无限风光在远方 风雨磨砾出了玫瑰的娇艳 蓝天见证了慷慨的成长 我要飞得更高 怀着这样的梦想 将来有一天 慷慨一定能够驾驶着战鹰 在祖国的天空上展翅高飞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预知更多最新军事动态 请访问屏幕提示网址登陆中国军事网 你也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中国军事网APP 关注军旅人生微信公众平台 明天的节目 我们将带您认识一位 在脑中风治疗方面 有着丰富经验的医学专家 期待您的关注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